大家好,我是尼亞新醫師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偏頭痛 每個人都會有偏頭痛的問題 但大部分女生的病患會比較多 女生的耗發率是男生的3倍 年齡分布呢,從30歲到40歲最為普見 偏頭痛呢,我們通常是脈搏式的抽痛 大多數為一側頭痛 但有時候我們也會有雙側頭痛啊 後腦勺頭痛,或者是整顆頭一起痛 疼痛呢,會放射到肩膀呢,或者是頸部 有時候會合併頭暈啊,噁心啊,胃筐甚至嘔吐 通常疼痛呢,會持續到4-72個小時不等 而且有些病患呢,會有預兆性的頭痛 他可能在偏頭痛發生之前呢 他會有一些預兆的感覺 會出現像是視力下降啊,胃光啊 或者是看到任何形狀會有盲點 或者是有閃光亮點 這個時候呢,他可能就會預感說 他接下來會有偏頭痛的情況 中醫如何治療偏頭痛呢? 偏頭痛在中醫隸屬為頭峰的範疇 中醫會是從個人的體質切入 偏頭痛呢,並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 我們需要由中醫專業的鑑別指導進行用藥 像是呢,如果長期去住照 就是氣候變化劇烈的地點 或者是工作長期坐在冷氣出風口下 或者是運動後呢,身體發熱的時候 就去沖冷水澡 或者是經常在淋雨啊 沒有做好保暖等工作 這種呢,會因為環境因素而造成偏頭痛 入床上呢,我們大概會用清空膏 或者是穿窮茶條傘來治療 如果是內在因素造成的偏頭痛呢 多為過度勞累的時候會出現 這時候呢,我們會用家衛蕭條傘 天麻溝藤飲 或者是龍感蟹乾湯作為治療 如果是屬於淤血組織的偏頭痛呢 我們會用活血化癮的方式 另外如果是疲勞所引起的氣血偏虛的偏頭痛啊 我們就會用補氣養血的 除了用藥之外 我們也可以配合針灸來刺激 加強療效 像是頭部的風池、百慧、身亭、帥骨、太陽、河骨 這些穴位 或者像是腳部的竹山裡、三陰膠、太沖等 都是常用的穴位喔 它不僅能夠刺激頭部的循環 更能夠舒緩身體的緊繃 平常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平常我們要適度的調適生活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像是減少熬夜的次數呢 睡眠充足 但是不要過量 避免自己過擾 然後適度的放鬆心情 有研究顯示啊 如果適當的運動啊 都能夠改善體質而預防頭痛喔 那我們儘量避免攝取 像是起司、巧克力、柑橘、加工的肉品 代糖食品也會引發偏頭痛 像是西瓜、香瓜、哈密瓜、葡萄柚、白蘿蔔等 生冷食物呢 盡量少攝取 這樣都能夠改善偏頭痛唷 如果當你有偏頭痛的問題 都歡迎可以來找我唷 我是楊雅欣醫師